哈囉歡迎收看一天宇佑婷吃出好心情 那今天我們來玩玩第一人稱視角的拍攝方式好了 收音應該還可以啦 首先還是先把這個擦乾淨 那各位我覺得你們覺得 一聽到碾魚肉好像聽到洪水猛獸一樣喔 說真的如果 碾魚肉真的有問題的話 他有辦法進來我們台灣嗎 他沒有受過一定的檢驗通過的話 他可以進來我們台灣嗎 我覺得有點太過於 太過於把他惡魔化了喔 雖然說他不是什麼高級魚種 但是我是覺得 他並不難吃 我試了兩三次之後發現 他還是乾煎最好吃 而且他的做法就很簡單 我們先把 那個魚肉抹一抹 抹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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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這些地方還不錯 是因為他 含有這種呆肚的地方啊 他有這種呆肚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啊 那煎得很熟 就很好吃了 我到我吃到最後就這樣子 是最好吃的一個方式喔 我吃到最後就是這樣 最好吃的一個方式 那至於要煎到多少 這個抹完油 手都很 很油啊 所以一定要先洗一下 要不然煎起來會覺得手油油的 來 來 來 我們來試一下 直接大火把它 開煮 今天 我就把Gopro掛在身上 掛在身上 直接玩一下第一人稱視角 來 來 來 至於他要煎多久 那個 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覺得煎到某一種程度 超級好吃的 各位來看一下 我說過他雖然不是什麼 太高貴的魚種 但是他的魚肉很嫩 真的 真的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魚肉真的很嫩 而且沒有腥味 我沒有上檸檬 也沒有上胡椒 好 我就這樣直接先讓他煎了 然後完全都不用管他 所以我今天要煎多久 現在還不確定 來看一下 那你會說啊 這個Gopro會不會 噴到 沒關係 鏡頭我都有切好保護貼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四角的拍攝手法的話 那我未來都用這種 這種四角的拍攝手法來 來煮好了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你看喔 我現在是最大火 完全都沒有關小火 最大火 那就一直幫他煎 一直幫他煎 一到未檢 我們就一到未檢 處理到好為止 那你可能會看到很多 煙啊 這有可能是他有帶出來的啊 有煎就一定會有帶出油 有聽到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四角好邪惡 如果你是男性觀眾的話 你就會覺得 嗯 這種四角好像在某些片上面有看過 嗯 噢 煙出來了齁 沒關係 煙出來了 我們就翻個面一下 噢 幸好我的抽油煙機還算夠力 我現在是用最小的 最小的風力再抽而已 我從頭到尾都用最大火 中間可能會關小火啦 大部分就是直接最大火下去處理 因為我覺得這個油的東西 逼出來之後 這一塊很好吃 所以把它油的人逼出來之後 這一塊很好吃 這塊很好吃 我就只有乾煎了 什麼都沒有加 所以只有抹鹽乾煎了 什麼都沒有加 超好吃 我剛剛已經試過一塊了 好 關小火一下 我為什麼要關小火 我想煎一下旁邊的皮 因為連他的皮 有點酥脆 有點酥脆之後 也都非常好吃 我想煎一下他的皮 好 它皮煎熟 它這個銀皮的部分煎熟 很香脆 很好吃 整個都可以吃 很好吃真的 不騙你 好 現在換煎另外一塊皮 我只能說健康跟美味二格一啦 這種做法絕對不健康 先把它立起來煎皮 我絕對要把它皮煎熟一點 那皮煎熟很好吃真的 不騙你們 把這旁邊的皮煎熟真的很好吃 然後有時候人一來就會這樣子 把它立著 然後移到火源中間煎就好了 其實這樣已經熟了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夠香 跟我上次煎的時候就覺得 還是會很油 上次煎 煎好表面沒有焦脆 很油 不好吃 太油 別說不好吃 吃太油 然後 等下煎好之後那種 那種完全的酥脆感 就非常好 不只是炒汁是香 是香 然後你們看 有時候覺得碾魚肉好像就 遇到洪水猛獸一樣 各位啊你不是也有在吃 冬魚頭髒嗎 它還不是同顆的東西 而且它還需要用大量的中藥材 去把它的味道壓住 把那個鮮味壓住 可是這個不用了 就這樣香煎就好了 煎一煎就好了 這邊 這邊還不夠酥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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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沒有達到我想要的階段 還不夠焦 這邊這樣有比較 有達到 這邊算是有達到我想要的階段 但是魚皮的部分 我還想再繼續煎一下 魚皮真的不錯吃喔 把它煎得很酥脆的時候 跟你說真的會吃喔 那我不敢開大火 因為我是怕被有噴得到七八糟啦 我現在是轉小火在煎皮的部分 焦香的還沒還沒 等一下再繼續煎一下 我要先把皮煎到焦香為止 所以你會發現我好像很多時間在煎皮喔 所以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煎皮 好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好 轉大火一點 轉大火了 好轉大火一點 開始 然後大概 現在煎到什麼程度 等下你會看到 起油煙 真的叫翻面了 起的油煙 然後旁邊出火的時候 你看 它就滿滿的油正在被我炸出來當中 我現在開大火囉 雖然不是最大火 我要開到最大火好了 你看 你看旁邊這邊都已經噴到滿滿的油 我沒有下一滴 我沒有下到半滴油 我真的沒有下到半滴油 如果這 做成雙鏡頭的話 你就可以看不一樣了 把它做成雙鏡頭的話就可以看不一樣了 好 翻面 對就是這種感覺這種感覺超好吃的喔 煎到這種感覺就超好吃的喔 煎到這種感覺就超好吃的喔 因為旁邊已經起煙了 所以才翻面這樣 哇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喔 YES 就是這樣子喔 這樣很香 完全焦脆的感覺是很 很香喔 而且你看有滿滿的油 這邊有滿滿的油 好 那個盤子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用這種低人稱視角在拍了 煙越來越大了 看下 好了 這塊還沒 好 也蠻大的喔 沒錯 這是它油的部分 這一塊這樣就很好吃了 你看 夾起來 完全不會軟 這樣子就對了 好 剩這一塊 我們來關它 打一下 差不多了 香味都出來了 所以 這時候油溫溫度已經夠高了 可以關掉了 OK啦 OK啦 這樣子就對了 這個喔 我喜歡這種感覺 你可能 會覺得炒灰燙 過了炒灰燙 這時候 吹風 抽風機 不用關掉 等它把煙抽完 我會等它把煙抽完 我才會關掉 不然整間 廚房 都 會滿滿的油煙味 那今天 就把它煎成這樣 外焦 內軟 無敵好吃 因為只有撒點鹽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非常的好吃喔 那你覺得 今天這樣 第一人稱視角 覺得怎樣 我是覺得還不錯玩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你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按讚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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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